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,姚明和王志志在赛场上第一次相遇。 这也是姚明第一次参加成年队比赛。 那场比赛,王志志得19分,姚明得13分,81对胜。 尽管姚明在自己的第三个CBA赛季就打入了总决赛, 但那时,81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。 直到2000-01CBA新的赛季开始, 重温经典,2000年11月18日,CBA揭幕战,上海队,队八一队。 八一宁宁波双路队穿的是一身红色运动服。 上海东方大鲨鱼队穿的是一身白色运动服,第一节比赛开始。 这是上卫国,也是一门投手。 好球,这个妙传不错。 好球。 比赛一开始,上海东方队就利用刘正的突破, 完了,上海国的突破,传给刘正,刘正传给篮下埋伏的这个姚明, 双手冠框。 今天姚明的侧点不是死战的篮下。 外线出来了哈。 姚明的节奏掌握得比较好。 就是说呢,他的今天的策略很明确。 哦,姚明又一个三分。 是他策略很明确,我不跟你乱打。 好球。 姚明一个漂亮的激励传球。 由跟上的17号。 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上海东方队的选手把球投进去了。 投阵。 现在三的二。 现在三的二是姚明跟进。 在1999-2000赛季首轮,上海队客场与江苏队的较量中。 姚明拿到42分,26个篮板,10个盖帽的数据。 攻防受阻的时候呢,他马上及时调整队容。 王菲教练也敢换人。 这种大法就不行了。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,刚才张尔老提到的反正深度。 你如果其他点上,你能顶一顶也行。 来制高。 其他队员的跑动,来注意。 姚明确实是很灵活。 他提前租化,然后反身,他就投进去了。 帮他们看一下姚明这个。 要的反身。 这个不是说,但是姚明,单手靠篮。 来,还是呢,这这样,一直这样下去呢。 你白一队防守呢,防不住什么。 就是对上海队的进攻,没有太多的办法。 但是白一队呢,自己的进攻也好。 白一队要保持住现在这个,他一定要加强自己的进攻的。 进攻的成功率,一定要把球打进。 这样呢,你才能够保持这个比分的差距。 否则的话呢,现在上海队把比分已经抓回来。 这时候看上海队呢。 一个中头,三分九。 实际上海队这时候应当打篮下。 外向没有人看。 上海队控制篮板球。 本场比赛,王志志得到38分,姚明25分。 但是上海队赢了。 那个赛季,上海队第二次打进总决赛。 虽然1比3,再次负于81队。 但是,他们取胜的那一场,却打破了81队季后赛全胜的纪录。